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萝莉叫到一边 说他在自己口袋里发现了一个署名是克拉拉的小礼物 小萝莉说那不是他的 是别人的恶作剧 男主语重心长的告诉小萝莉 这种礼物你要送给你爸妈 你现在只能和爸爸妈妈亲吻 然后小萝莉拒不承认是自己送的 接着就有点失落的走开了 晚上小萝莉对园长说他不喜欢男主 因为男主又笨又丑 而且还有小棒棒 园长笑着说每个男孩子都有的 你爸爸和你哥哥也有 但小萝莉此时却说 他的好印像木棍一样 园长顿时就觉得不对劲 再次追问时 小萝莉拿出那个新型礼物 告诉园长 说男主送他这个小礼物 但是他不想要 而这时男主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儿子马上就要搬过来跟他一起住 男主也新交了一个女友 有一帮无话不谈的好哥们 看起来男主的生活一帆风顺 但这天园长把男主叫进小黑屋 告诉男主 他可能涉及到猥亵儿童 要男主放几天假 然后园长找了一个专家 专家询问小萝莉 男主是不是给他看过小棒棒 小萝莉一开始摇头 接着又点头 最后专家一翻盘问后 证实男主确实猥亵了小萝莉 接着园长把事情告诉了小萝莉的母亲 说小萝莉可能被你老公的变态朋友性侵 还召开家长会 告诉家长们这件事 并让每个家长回家询问自己的孩子是否受的侵害 园长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男主的妻子 劝说男主儿子不要搬过去与男主一起住 而男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新交的女友 女友觉得这一定是个玩笑 是无稽之谈 第二天男主去找园长理论 园长正在跟镇上的家长开会 男主警告园长不要把他家人牵扯进来 但园长说我相信孩子不会撒谎 在争吵中 园长无意中说出了使小萝莉告发男主 男主正想问清楚的时候 却被自己的哥们拉开 哥们驱赶男主离开 说跟男主没什么好说的 接着男主到大胡子家里 男主跟大胡子说他女儿可能在撒谎 让大胡子去问个清楚 但大胡子显然不相信男主 然后男主就被大胡子妻子赶出了家里 看到大胡子对着男主大吼大叫了小吾 跟妈妈说自己是瞎说的 男主什么也没有做 但妈妈却坚持认为是女儿选择性忘记了这件事 这边园长一刻也没闲着 召集了妈妈帮 找到了男主的新女友游碎一番 无外乎就是说小妹啊你可长点心吧 可赶紧远离那个人渣吧 搞得新女友也开始怀疑男主是个变态 男主不想做过多解释 把女友赶出了房间 接着儿子偷偷来找男主 男主高兴的给儿子准备午餐 儿子在去超市买东西时 却被店长告知以后超市不欢迎他们全家 儿子回家碰到男主被警察带走 儿子去大胡子家想问个清楚 大胡子家聚集了之前男主的哥们 进屋后儿子很明显感觉到大家在对他指指点点 儿子激动的想问小萝莉 为什么害他父亲却被拉开 儿子对着小萝莉吐口水 大骂小萝莉避起 然后被赶了出去 还被大块头一阵猛削 接着儿子去了干爹家里 一个朋友对男主的事情还是抱着中立的态度 要等警察调查的结果 第二天干爹告诉男主儿子 你父亲被无罪释放了 父子两人紧紧相拥 然后男主回到家 正为儿子准备晚饭时 突然窗户被人用头头砸碎 惊恐万分的男主赶紧出去查看情况 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个黑色袋子 男主缓缓走过去打开袋子 这次儿子走过来问袋子里是什么 男主让儿子回去 并且带着哭枪说 算了没事 儿子挣脱男主打开黑色袋子 里面却是自己家的狗狗被人勒死了 接着害怕儿子受到伤害的男主 把儿子送回他妈妈身边 冒着大雨把陪伴自己多年的狗狗埋在花园里 干夜这天 男主去超市买东西 男主说要买些排骨 卖肉男却说你不能买任何东西 男主说我有权买东西 卖肉男就赶男主离开 还动手打了男主 店长出来说你赶紧离开吧 这里不欢迎你 男主看着众人恶狠狠的眼神 但家里已经没有食物了 还是得拿回自己的东西 男主想再回去 拿罐头砸男主的头 男主被折腾得满脸是血 但还是一拳一拐地回到超市 男主说到我要我的东西 然后一个漂亮的反击 撞到卖肉男结账走人 男主出了超市 正好大胡子一家人看见了男主 大胡子妻子拦住了想去安慰男主的大胡子 妻子说看他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晚上男主在众人诧异的眼光和议论中去了教堂 圣诞弥撒做到一半 男主望向大胡子 大胡子对妻子说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了 在孩子们的歌声中 男主眼泪再也止不住 男主再次望向大胡子 看到大胡子的妻子在大胡子耳边说着悄悄话 男主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 走到大胡子身边 抱着大胡子头问道 告诉我你从我眼睛里看到了什么 接着男主被众人拉开 晚上大胡子哭着对女儿说道 这世界充满了恶意 但如果我们相互理解支持 恶意就会消散 然后大胡子带着酒和食物想去男主家里 妻子还极力劝说不要去 最终大胡子还是去了 在热闹的平安夜 男主独自一人全说在沙发上 两人相顾无言 小镇人们在一片祥和中欢度平安夜 一年后 男主去参加儿子的成人礼 表面上看好像大家都忘了男主的事 如果你去看这部影片 请注意看这时候每个人的眼神 很有意思 接着男主带儿子去森林狩猎 男主看着林中漫步的小鹿 可真像自己 这时候一枪打过来 瞎坏了男主 那边是一个看不清楚脸的人 这一枪像是驱逐 又像是警告 男主注立在这熟悉又陌生的森林中 无所适从 狩猎这部电影绝对算得上是一部虐片 虐心 没有暴力血型的刺激 但真实的好像就发生在身边 看似其乐融融的小镇 这上演者对男主的围剿和猎杀 看不见的道德以及园长想出来的恶心画面 理所当然成了人们手中的戾气 当人们站在道德制高点 带着有色眼镜 一切似乎都按照他们的想象进行着 经常送小萝莉到幼儿园的善举 成了包肠祸心的蓄意猥亵 在厕所替小男孩插屁股的场景 被想象成变态恶心的画面 当小萝莉被专家问到 是否被男主猥亵时 小萝莉开始时摇头 但大人们问不出他们想要的答案 和专家才罢休 于是小萝莉就在大人们的引导下一直点头 最终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才放小萝莉出去玩 看完狩猎让人不禁反思 为何一个平静有序的社会 会让一个如此之轻的谎言 引发这么可怕的惩罚 而在如今的社会 各种信息满天乱飞 我们又为什么能仅凭一段文字几张图片 就觉得我们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相 更有责任和义务去发表个人意见 行使人身攻击进行口诛笔伐 往更糟糕的层面去想 所谓的善与恶 白与黑 多数人是根本分不清的 因为如果有一天枪口掉转 也许你就会成为下一个猎物 好了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不正经也不专业的小剑哥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